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简单开合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近期出货的 HIRM EW非翼高达 预定批次带来已经发出 过两天应该就能到了 目前平头论组电破里面预定价格是710 虽然按说我感觉已经定的挺低了 但是这款模型确实还是比之前的调码贵了一些 我相信大家关心的无非就这样 一个是EW非翼的造型 还有一个就是毕竟沿用了之前掉毛的结构 这款模型还会不会出现部分零件掉件的问题 因为还没有拼 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板件部分的表现 回头我报告看看能不能抓紧把这个模型拼完 而另外这次相机麦克风有那么一点问题 这次是后期配的声音 在这个盒子部分 如果之前是买了掉毛的朋友 就会发现这个峰会区别还挺大的 由于这个黑色现在是变成了比较明亮的背景 而机体部分的pose 我相信旁边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在EW吴小强MG模型的盒子侧面都有印刷那张插画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 那么作为HRM首先要说的 还是作为特点的成品骨架 拿出骨架之后 作为成品骨架方面 拿在手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比如说在胸口或者是腰部 加上手腕膝盖或者是脚部 那么用我的话说 给的还是疑似金属的分件 这个也算是强称合金属性了 那么除此之外 在关节部分是使用到了螺丝固定 现在我们可以说 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在手感方面还是挺轻的 是完全没有什么合金骨架的坠手感 不过在关节部分的表现 这个手感虽然说还是比较生色 但是还是挺紧实的 毕竟之前掉毛掉件的问题 都是在外甲方面 所以直到现在 这个塑料骨架也没有说出现腰软 或者是腿软的问题 骨架部分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外甲结合后的表现怎么样 眼镜部分可以看到 HRM上出现过的预涂装处理 之前在我手里那个是头部的球形关节 连接并不是很紧 那么现在来看 今天手里面这个 下面的C型卡扣卡的并不是很紧 是没有那种卡住的手感 骨架部分咱们今天就不看了 等拼完之后再来数下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板件 首先在多色成型这包里面 是给出了一张水贴 这个尺寸不大 标志数量也不太多 那么作为简单装点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定必要的 主要可以看到都是以这个条形图案为主 而板件部分的第一个 就是灰色的成型色板件 这个应该算是一部分的内构了 配合之前看到的 成型骨架和外甲来进行组合 所以在这个表面 是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处理的 下面则是一些造型手了 还有这个肩膀正面的一些分色领件 多次成型这一版 其实就是比较新的东西了 首先在这个左侧灰色这边 主要就是翅膀的一些分件领件 灰色属于磨砂质感 表面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处理 而右侧这边是一些 涉及到翅膀根部的分色领件 同时尺寸大一点的 就是这一次EW飞翼的盾牌 造型和掉毛的原创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着还挺规矩的 同时大家也能看到 对于这个有色领件的表面 都是采取了高亮面的处理 之前掉毛大多是蓝色 现在到这个红色的表面表现 真的是感觉挺好看的 我非常喜欢 而橙色这边涉及到的什么肩甲 手臂的分件 包括一些翅膀的分件 也是光面质感 也挺亮的 但是和掉毛的区别 就是肩甲部分和填线了 这一次都是橙色的 所以在这款模型上 朋友们是见不到闪闪发光的金色零件了 毕竟设定就是如此 同时作为附属零件 这边还有一板小的 零件都是一样的 那么白色这边 主要就是这一次EW飞翼的翅膀主要分件了 其实表面也是给出了一定程度的小刻线细节 目前灯光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白色零件方面也是光面处理 这个模型里面其实除了内构和灰色橙色之外 其余都是亮的 这个咱们之后就不说了 而另外一端也是EW飞翼所追加的新东西 就是万步挂载的三连装破坏步枪的弹夹 这个是外面的外壳 不到之后的连接表现怎么样 接着这一包主要和刚才一样也是机翼 还有这个弹夹的外壳 还可以看到是带有一个箭柄 两板总共两个箭柄 照比MG盾牌的内部搭载设定是多了一把 在灰色本件方面就是腿部的色彩粉色了 在这个腿部的配色基本上和原来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在灰色成型色这一板 主要还是一些内构分件 比如说盾牌方面的内容 而另外这边是翅膀那些内部框架结构 表面是给出了一些细节 到时候展开的时候应该能看得到 然后在另外一侧就是EW飞翼的主武器了 破坏步枪 那么和飞翼零是不同 这次是单把主要还是采取了左右核结构 空穴部分是用来安装这个弹夹分件的 看结构的话 基本的弹夹转动还是可以实现的 然后在这个蓝色的外甲方面也是光面处理 感觉和之前掉毛的颜色看着是比较类似的 看这个结构也是翅膀部分的一些分件都是新的 同时在这个小臂装甲这一次也是做了新规 处理到这一板上了 接着是一白一蓝两板 内容比较相似 白色这一板是头部的侧面结构 裆部还有裙甲还有肩部结构 其实蓝色这一板和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为了还原一部分的分色效果 比如说蓝白相间这种 所以最后拼装完毕肯定会有一定的零件剩余 而且都是重复的 属于比较明显的限定风格 当然对于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自套腰包的 剩下咱们加快速度 这一包里面也是翅膀部分的一些分件 还有破坏步枪 包括飞翼身后的背包 身色这个就是破坏步枪弹夹了 前后结构拼合总共能拼出九个 手臂两组 武器上一组 而橙色这一块是胸口的分色 然后剩下这包小的 又是这个金甲的白色分件 灰色这个是肩甲方面的内衬分件 红色的无非就是什么脚底板 肩部腰部什么的一些分件了 然后还有灰色的小块分件 都是之前掉毛环色的部分 原本都是蓝的 所以也有一些没用的领夹 可以看到因为配色变更的关系 所以这次也是被拆的比较碎 那么白色领夹方面就是头盔还有裙甲什么的了 看着这么多重复领夹 听完之后效果变化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而关于光束军刀的特效件方面 还是这种带有弧度的动态造型 也是绿色的 那么腿部基本上还是以白色外甲为主 配合之前灰色的分件 加上镂空结构 再实现色差分色 这么来看 腿部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正值在橙色这一板 为了实现一些小分色 所以也连带着出现了 比如说橙色的造型手这种情况 可以看到除了武器 翅膀 还有手臂部分的结构 为了还原EW非议的设计之外 剩下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还原分色 给出了不少相同的板件 结构和以前都应该是一样的 但刚才也说了 价格方面照比钓毛 我记得应该是贵了 应该是差不多好几十吧 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区限定 多出来的重复零件的金额 也是包含在内的 朋友们都知道 目前万代的拼装模型 基本上还是属于按料算钱的 目前看板件部分的表现 就是感觉配色方面 照比钓毛肯定是丰富很多了 而最后完成了造型 等我拼完之后 再好好酝酿酿酿感受 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 毕竟HR2M的飞翼本身造型设计 还是很特殊的 而大家不要关心的 这个是不是还会出现部分零件松动的情况 目前还是未知 也得等皮了之后才能知道 我感觉应该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当然也不排除部分的改良 或者是皮丝表现的问题 但是最起码 手臂 翅膀 目前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我感觉这两个部分 没有道理会再出现问题 当然也不一定是猜测 好了今天是简单看了一下板件 不知道各位感觉目前的表现如何 针对这款700多的定价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玩家在观望的 就等我们正视视频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目前评头论组这款还在预定中 东北还是远点 但是也快到货了 今天就这样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 投币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